如何下載可以用的圖片 請各位先到客戶瀏覽器 進到Google的首頁 然後請你在圖片上 圖片上點一下 然後直接輸入要找的圖片 這邊會有 出現很多的圖片 但是如果我們要用來做你的作品的話 請你盡量找有授權的圖片 那在Google的搜尋工具裡面 這裡有一個使用權限 請你把它點下來 那請你盡量找這個 標示為允許再利用 而且可修改 或者非商業用途再利用 而且可修改 請你盡量找這兩類的圖片 那就可以用在你的學生的作品上 那這些照片都有經過授權 是可以修改 而且非商業使用的 那所以 那當你去選照片的時候 請你注意一下 它下面會出現它的解析度 解析度 那基本上當然是 解析度越高的 相片是越好 但是也要注意到你的 做出來的檔案 可能會有很大或很小 那我們先下載幾個 一剛開始點的時候 它會比較糊 然後幾秒鐘之後 就會變得比較清楚 因為它剛剛照片還沒有傳好 所以會糊糊的 那傳好之後 比較清楚的照片 請你點右鍵 這裡有一個另存影像 請你就把它存起來 那它會存在預設下載的資料夾 如果你要改的話 這時候去選 直接按存檔 我們來做三張 找三張 它都會等一下 這個表示還在傳輸 等它一下才會 圖案變清楚之後 我們再來做下載的動作 這邊是這個圖片的網站 所以如果你要註明出處的時候 就需要這邊的資料 現在圖案變清楚了 我們就另存影像 這樣子呢 圖片就會在你的 下載資料夾 所以我們把資料夾打開 下載去 三張圖片就會在這裡 我們每次都會看到 我們來的資料夾打開 我們來的資料夾打開 我們來的資料夾打開